大家好 我們帶您來關心天氣 今天封面通過 還有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 各地的降雨機率都增加了 尤其是中部以北 還有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另外在溫度方面 北部天氣轉涼 高溫大約是20到21度 台中到台南還有宜花東 高溫大概是24到26度 不過要注意 清晨到夜裡 各地的低溫 大概只有17到19度 尤其中南部的日夜溫差 是比較大的 觀眾朋友早出晚歸 要多留意溫度的變化 適時的調整穿著的衣物 接著帶大家來看電量降水圖 我們先來看到明天白天的時候 這個水氣主要集中在大台北地區 基隆北海岸 以及宜蘭花蓮接近山區的地方 還有部分沿海的地區 都會有一些短暫雨 另外台東接近山區的地方 也會有一些零星短暫雨的機會 接著到了明天入夜之後 水氣變得更集中了 集中在大台北地區 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花蓮 以及台東接近山區的地方 海邊也會有一些零星地區 有局部的短暫暫雨出現 過兩天寒流就要來了 氣象署也特別發布了 寒流影響說明 這張圖是台北站各模式溫度預測分布圖 我們從最新的氣象資料顯示可以看到 我們從禮拜六 也就是今天東北季風逐漸的增強 北部東北部的氣溫 開始逐漸的下降 到了禮拜日禮拜一的時候 寒流還在逐漸的南下當中 夾帶明顯的冷空氣影響台灣 各地的氣溫一直在下降 要注意我們看到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 受到這個寒流的影響 各地的氣溫都是偏低的 氣溫有最高的機率 大概是介於8到12度之間 預報仍然會有不確定性 所以還要再試 當時最新的情況為準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到了禮拜四之後 這個冷空氣會逐漸的減弱 但是各地的清晨 日夜溫差還是非常的大 很寒冷 這個天氣形態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接著帶大家來看 未來的降雨趨勢 我們先來看到 在今天的水氣逐漸增多了 北部東半部的局部 轉為猶豫的天氣形態 中南部到了晚上 也有可能有局部的 短暫陣雨的機會 到了明天 因為封面通過的關係 水氣減少了許多 只剩下這個迎封面的北部 還有東半部會有一些 不定時的短暫陣雨 中南部的山區也會猶豫 不過水氣是略為減少的 到了下個禮拜一 下個禮拜二的時候 水氣又增多了 我們可以看到 中部以北 還有東半部局部的短暫陣雨 南部也有零星的短暫雨 全台都有下雨的機會 到了禮拜三 這個水氣又變得更少了 只剩下北部還有東半部 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接著帶大家來看 未來一個禮拜的溫度走勢 我們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這個高溫從今天開始 一路的往下再降 一直掉到禮拜二的時候 只剩下10度 一直要到週末 才會慢慢的開始回升 升到20度左右 在低溫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 從禮拜一開始 1 2 3 這三天 禮拜一到禮拜三 這個受到寒流的影響 是最為的劇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低溫 大概只有個位數而已 8到9度 而且部分空曠的地區 體感溫度 可能剩下也只有一度 另外我們來看到 南部地區的狀況 高溫一樣是從今天開始 一路的會往下掉 掉到禮拜二的時候 只有16度 高溫只掉到16度 從禮拜四開始 也才會慢慢的回升起來 到20度以上 那在低溫的部分 一樣從禮拜一到禮拜三 一樣是這三天是最冷的 南部這個低溫只有11到13度 雖然接近週末 一樣會開始回升 可是我們要注意 它這個日夜溫差 還是非常的大 有可能會有10度之差 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接著帶大家來了解 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概況 我們現在看到 禮拜日跟禮拜一 這個寒流南下的關係 北部還有東北部 這個天氣是明顯的轉冷了 其他地區的天氣 也是逐漸的在下降 到了禮拜二禮拜三 這個區塊 同樣是受到寒流 正在影響的關係 各地的天氣都非常寒冷 再來到了禮拜四 這個寒流逐漸減弱了 但是清晨各地 仍然是非常的寒冷 尤其是西半部的日夜溫差 非常的大 那從白天開始 氣溫雖然會回升 但是東半部地區 還有大台北的山區 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要稍微注意 其他的地區 大多到了禮拜四 就是恢復到多雲的天氣形態 接著我們帶大家來看 各地的詳細溫度預測 我們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高溫18度 低溫14度 再來中部地區 高溫24度 低溫15度 接著南部地區 高溫26度 低溫18度 再來東部 高溫23度 低溫16度 最後是外島地區 外島地區的高溫18度 低溫在馬祖只有12度 最後有兩點小丁寧 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在下個禮拜二到禮拜三 因為受到寒流的影響 各地的天氣都非常的寒冷 部分的地區 體感溫度可能只有一度 所以觀眾朋友 一定要及早做好保暖的工作 預防這個寒流來襲 再來要注意的是 台南到桃園沿海的空曠地區 還有外島的蘭嶼綠島澎湖 將會有8到9級的強陣風 臨海 臨近海域有比較大的風浪 在海邊活動 或是在海上作業的船隻 都要特別的小心沿海這個風浪 要特別注意安全 以上是這一節的中視氣象 我是王一宋 廣告回來